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在总统候选人的身上 但是明天投票的关键完全在于你 你必须选出一位 超越政治 肩负众人的总统 他必须为民造福 为国争光 你的一票将决定是谁 能在今后六年代表新加坡监护我们的储备金 让人们对新加坡 我充满信心 在京险期间 我和许多民众坦诚交谈 我很清楚地感受到国人 并不需要总统来 充认他们的良心或神音 因为在许多重要课题上 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也勇于发言 一个多言化的社会 让我们更有活力 新加坡不但可以包容 更需要有不同的神音 许多民众向我反映 他们担心实际工作 由于全球经济恶化 新加坡将面临严禁考验 作为总统 我会经历同政府合作 为国人保住工作 我会享用我在财政 金融和投资方面的经验 以国人同舟共济 度过难关 繁荣的经济 能让我们分离主持 但这并不是 衡量社会进步的 唯一标准 在我求学期间 老师经常提醒我们 有义务帮助 在社会上 不乏落后 迷失方向 和义务所有的人 作为总统 我将会同政府 朝野政党和民间团体 一起努力 让不乏落后的人 不会被遗忘 让迷失方向的人 不会孤单 让一无所有的人 得到关怀 在面与难关之刻 我们作为新加坡公民 必须团结一致 为国家的幸福 繁荣 以进步 共同努力 在你 投下 手中一票 前 请 记得 我 对你的 承诺 我会 用 信心和 尊严 在国内外 代表 新加坡 我会 明治和 审慎的 监护 我国的 主备金 我 恳求 你 投我 一票 让我 再度 为你 服务 让我们 联手 打造 更美好的 明天 让我们 充满 信心 迎接 未来 谢谢 大家 愿者 谢谢大家